但我会把所有的不好情绪全部都会推给他 我觉得作为一个男朋友要有责任感 不好的情绪我要不能帮他化解 因为遇到了他让我很多事情的看法想法也不一样 被夺子拍到街边拥抱亲吻的蔡卓一往大路 终于在这档节目开播前官宣了 要知道去年蔡卓一参加恋宗的时候 和节目里的一位男嘉宾接触后 两人都对对方产生了好感 蔡卓一听到男嘉宾生病后 还专门坐车去他的城市看望他 当时很多人都非常磕着两位 没想到节目快要结束时 男嘉宾向他表白惨遭拒绝 很多人都以为蔡卓一为了事业拒绝恋爱 没想到节目结束后 就有媒体拍到他和王大路在外滩散步拥吻 事实上他们俩在节目里就有端倪了 蔡卓一为王大路准备了不一样的礼物 就连另外一位女嘉宾都在调侃 王大路跟他非常般配 而且王大路调侃蔡卓一的时候 完全就是男萌又宠宁的语气 要知道蔡卓一此前有过一段婚姻 如今一年过去了 两位依旧处在热恋期 王大路非常依赖蔡卓一 平时也有好玩的东西都会分享给对方 一次蔡卓一主动问王大路 你会嫌弃我离过婚吗 王大路心疼女朋友的遭遇 表示会照顾好她的坏情绪 你认为他们俩会结婚吗